不给糖就捣蛋 四百多位马里兰小学的小朋友 扮成各式各样的恐怖造型 走上街头 向沿路的店家来要糖果 当他们前往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 没想到服务人员早有准备 扮演各式的魔鬼 骷髅人 反而让小朋友吓一跳 甚至还有小朋友当场吓哭 不过餐厅业者也准备了糖果 让这群捣蛋的小朋友们来压压惊 祝福他们晚圣节快乐 这样的装扮 无意紧地跳出来 大人就会吓到 何况是小朋友 这是崇德路上一家烧烤业者 知道有四百多位小朋友要前来导单 服务人员就扮演各式魔鬼 骷髅人 要反而让小朋友吓一跳 上那间 整间餐厅尖叫声连连 他们就跳出来 他们就吓到了 还蛮好玩的 看他们惊恐的样子 那又好玩 有几个吓哭了 谁要吓到 他就直接吓哭 就一直抱着老师 我们是全部的员工一起 那已经准备了大概三天左右的时间 然后精心策划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给小朋友能够一个愉快的 万圣节的活动的回忆 这家烧烤业者发挥另类创意 搞怪来吓小朋友 甚至有小朋友当场瞎哭 不怕你说不怕不怕 你还说嗨 餐厅业者也准备糖果 让这群捣蛋的小朋友压压惊 祝福他们万炫之快乐 那个一头牛 这是我们今年遇到最特别的一家店 从来没有店家这么的配合 配合着我们装扮成这样的活动 他们把所有的店员都扮成鬼 有的躺着 有的躲在垃圾桶里面 然后把小朋友吓得哇哇叫的 我在外面吓死了 听到那个尖叫声就吓死了 不用看里面 听到声音就很害怕了 万圣节就是要搞怪 已经成了小朋友最喜爱的节日 这一天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 各式各样的装扮 要来比谁最抢风头 不过烧烤业者另类出奇招 也让这群小朋友度过难忘的万圣节